我告訴你 我剛聽到一個大爆發 去年2月24日 烏克蘭剛過午夜 這一程爆炸粉碎歐陸七十多年的和平紀元 破損前 俄軍的地面主力大舉跨境 距離基辅只有兩天的路程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24th Russia attacked Ukraine from 10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aim was to capture the capital Kyiv Through surveillance cameras Ukrainians saw hundreds of tanks crossing the border from all sides It seemed impossible to stop the Russian invasion 俄軍急著速戰速決 認為一旦奪下基辅 烏國政權就會迅速瓦解 However the plan to quickly reach the capital has also failed Heavy machinery has damaged the roads and got stuck in the mud 出乎意料的是 48小時的斬首行動 變成一個月的送頭之旅 二軍最後狼狽撤出烏國北部 首都基辅守住了 但是戰爭的血腥帷幕才剛拉開一角 二月底亞素海岸的要塞 馬里乌普爾爆發本世紀最慘烈的圍城站 超過兩千名烏軍被圍困在亞素鋼鐵廠 退無可退 五軍拒絕投降死守長達82天 壯烈犧牲者不計其數 宛如八百壯士的現代翻版 無奈孤軍無力回天 五月下旬最後一批守軍開城投降 倖存的士兵淪為戰俘 二軍宣告佔領馬里乌普爾 在二軍的空襲之下 馬里乌普爾劇院成為難民的大型墳場 眼看烏克蘭覆滅只是時間早晚 然而命運卻崩毀路轉 美國援助的海馬斯飛帶系統 讓烏軍徹底扭轉烈士 海馬斯吹響了絕地反攻的號角 無軍在東部戰線突破 俄軍薄弱的側翼 俄軍中了吊虎離山計 放棄包圍哈爾科夫 節節敗退 絕處風聲的無軍士氣大震 但最動人心弦的還是這一刻 澤倫斯基高唱國歌宣布光復 輪陷八個月的赫爾松城 烏軍反攻大捷收回第一座 州府級的大城市 俄軍大意失禁舟 吞下開戰以來最恥辱的大撤退 俄軍拉著烏國百姓一起陪葬 復仇之火從天而降 俄軍對烏克蘭全境發動超過四個月的販戶空襲爛 癱瘓能源設施跟後勤經濟 四千萬烏國百姓在沒電沒暖的寒冬中苦苦掙扎 俄軍徵召三十萬大軍投入戰場 重整旗鼓擋下烏軍的攻勢 長達半年的激烈爭奪之下 巴赫姆特小鎮飽受摧殘 被炸到只剩焦土跟廢墟 俄軍派出殘暴的瓦格納傭兵團 發動堆尸戰術 不寄代價消耗烏軍的寶貴戰力 尽管付出慘痛的代價 烏軍人宣稱解放超過四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尸土 面積相當於1.3個台灣 但要徹底把俄軍趕出家園 烏軍有兩條活路可走 另一條則是從渣波羅熱往南突襲 而面對俄軍春季總攻破境 烏軍有勝算嗎 其他國家對於烏克蘭的軍援 就是可以協助烏克蘭軍 在戰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戰術的優勢 也就開創出戰略上的優勢 其防各國的奧元就是烏國保全續戰力的關鍵 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國家 我們不贏 365天遇寫奮戰 烏克蘭人依舊屹立不搖 苦苦等待光榮凱旋的那一天 體育變險 藏網報道 體育變險 藏網報道 報道 麻煩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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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